这是瑟塔和雷杰多奥特曼 还有两个神秘斯奥 今天带你们看一下 两个都会发光 直接拆 这个你们认识吗 它是赛罗奥特曼变成的 先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关节 背部做工不错去了嘛 挺还原剧场版的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 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发光效果 好像这边只有一种光效 就是白光 有点不明显 咱们熄灯 真不错呀 兄弟们 你们知道 它是哪几位奥特曼合成的吗 如果赛加和诺亚对打 你们觉得谁会更受一筹呢 最后一个 来继续拆 光之国的老爷子 奥特之王 这个奥特曼我感觉 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后面再带了一个披风 足弓不错 它是赛罗和 刘奥特曼的师傅 它的实力呢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曾经意志力 直接击败 直接击败 直接击败贝利亚 这几包奥特曼你们喜欢吗 下次给你们看一下 这四包奥特曼的 共同 展示效果 同窗 这是特地家奥特曼的变成器 今天给你们拆一个奥特曼扭蛋 这个扭蛋不一般 他的儿子 实力非常非常强 而且人气值特别高 来 直接拆 在奥特曼排行码里边 他排行的老四 是一个红色的 据说这个奥特曼胸前 没有计时器啊 好 咱们看一下 就是他了 来 直接开拼 这是头雕 你们知道这位奥特曼 他是谁吗 他的儿子呢 叫做赛罗 可以发光 好的 四肢评装完成 咱们看一下 做工怎么样 背部的话 有一个凹槽 里面的话 有一个发光动作开关 咱们给他拨动一下 就可以发光了 现在呢 给他扣上后盖 好 完成 看一下 发光效果如何 感觉 头部的亮光 不是很明显 但是 背部透光 有点严重 整体做工还不错 这里面其实呢 还有一个奥特曼扭蛋 听说 这是拼圣参戒里边 实力 最厉害的一个 咱们下个视频 继续组装